襄阳城破后 黄蓉沦为谁的玩物 难怪金庸对郭靖之死一笔带过 身为读者的我们不禁觉得奇怪 以金庸那绝妙的文笔 以及天马行空的想象力 只要他愿意 他完全可以续写《神雕侠侣》 并将这一部后续之作 与《倚天屠龙记》串联在一起 这样就有了《射雕四部曲》 这一部后续之作的写点也有很多 比如杨过退隐之后去了哪里 为何就此销声匿迹 当然读者们更感兴趣的 莫过于郭靖是如何战死襄阳城的 只要金庸以郭靖之死作为邪点 势必会再一次在大江南北 刮起一阵绚丽武侠风 值得一提的是 郭靖勤奋好学 他的降荣十八掌 在数十年如一日的情绪苦练之下 不仅能和九银真经 左右互国之术融合在一起 还能和天罡北斗正合而为一 仅凭一人之力就能催动阵法 做到以一化七的可怕境界 加之郭靖熟读五目一书多年 身边又有黄蓉这样的贤魅柱出谋划策 襄阳城里应顾若金汤才对 试问忽必烈的十万铁骑 又如何能攻破襄阳城 但如果郭靖身边出现了叛变投敌的内奸 郭靖就算有三头六臂也无力回天 金庸大可利用武士兄弟的贪生怕死 将他们二人塑造成出卖郭靖 暗中通敌的反派人物 毕竟武士兄弟的后人都出现在昆仑的连环山庄 还成了谋害张无忌 抢夺屠龙刀的反派 对郭靖之死一笔带过也是有苦衷的 一切看看襄阳城破之后 黄蓉沦为了谁的玩物 长大之后重新审视金庸的武侠著作才发现 金庸的小说绝大部分都沿用了真实的历史 尤其是射雕三部曲 金庸更是将武侠故事与历史事件融为一体 还将不少历史人物武侠化 让他们和金庸虚构的江湖人物发生激烈碰撞 继而有了一个又一个耐人寻味的江湖故事 正因为如此 襄阳城破不可避免 只因在真实的历史中 襄阳城的确被忽必烈率领铁席踏平 因此就算郭靖有一副当官万夫莫开之勇 他也无法改变真实的历史 金庸只能顺着历史潮流而动 将郭靖塑造成一位为国为民的悲剧英雄 那黄蓉呢 襄阳城破之时 他和郭靖分别率兵 同蒙古达子浴血奋战 待黄蓉历劫之时 他会被忽必烈生情 还是被忽必烈所杀 我们先看一看金庸笔下的忽必烈 有怎样的一个人设 那时杨过为了报杀父之仇 古希带着小龙女走进蒙古大营 与金文法王忽必烈结盟 当忽必烈看到小龙女之时 身为王子的他 岳女无数 可竟也被小龙女的容貌所迷 书中是这么写的 蒙古人自来生长旷野 以天地为居士 黄山饮食 与唐上无异 当即有侍未娶过烈酒甘府 忽略余地 忽必烈向小龙女望了两眼 惊吓暗惊 人间就有如此美丽的女子 见她与杨过携手并肩 神情亲密 问杨过道 这位姑娘是谁 杨过道 这位龙姑娘 是小人的授业师傅 现今也是小人的妻子了 忽必烈可是一位胸怀大志的奇人 但她终究只是一步血肉之躯 有着和常人一样的七情六欲 这就能解释 忽必烈在看到小龙女之后 竟不由自主地多看了两眼 心中吃惊之下 还急忙向杨过 询问眼前的这位美女是谁 可以预见的是 黄蓉已如貌秀美 民众江湖多年 忽必烈也早有耳闻 因此在攻打襄阳城之前 忽必烈就下了指令 非要活捉黄蓉不可 以便见一见传说中的黄蓉 到底有多么神采飞扬 而且根据史书记载 蒙古人攻破城池之后 都会将城内的女人 牲畜尽数炉走 在蒙古人的眼里 女人就和牲口一样 只是男人攻城略债的战利品而已 如此一来 金庸为何对郭靖之死 一笔呆过就有迹可循了 只因襄阳城破之后 不仅百姓生灵涂炭 就连黄蓉也成了忽必烈的玩物 这样的后续之作写出来 又有何意义 和金庸一向宣扬的邪不押政相去甚远